在领我们来念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的部分 还有哥林多厚书部分 我们就跟着我们姐妹大神的一起来念 让我们一起来 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九节 耶稣说一起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向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坛里和十字架路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愿许多重复化 他们以为话多了 避免谁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七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入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成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哪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阿们 好 那圣经就念到这边 我们这一阵子 我们在分享的是心灵的建造 那我们谈到了防火这个话 那过去的四讲当中 我们看到用几个人的生命 来预表一些的材料 来建造我们 圣经说有什么 金银宝石嘛 所以我带给大家的金银宝石的 这样子一个材料在当中 怎么样建造我们生命 第一个我们有聊到过 就是安德烈的生命 安德烈他 他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也带领别人来到 来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在耶稣 在他里面有满满的盼望 在他里面永远有路可以走 第二个我们看到 带领我们到巴拿巴的生命 巴拿巴是怎么样 他自己领受上帝的祝福 也把那个福气带给别人 上个礼拜呢 我们看到了提摩太的生命 非常宝贵 对不对 提摩太的生命 他自己在神的家 他是做贵重的器皿 他也帮助人 他也帮助别人成为上帝 合用的器皿 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 圣经中一位平凡的 前面三位都是平凡的小人物 但今天不得了 我不能用小人物来称他 我要介绍一个耶稣 他是圣经中 他是一个平凡的 但是他是大人物 在耶稣的生命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耶稣的生命是怎么样 他自己 他是一个来到天父面前祷告的人 同时他也是在神家里面 成为一个守望带导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四个 也是最后一个材料 我盼望你真的是把这个材料 放进去 听进去 如果你觉得 今天是有点闷热 尤其你戴着口罩的话 我鼓励你 如果你觉得太闷热的话 你起来走一走 打起你的精神 因为今天神有话要对你说 阿们 在继续分享之前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爱你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天父谢谢你 主啊今天你要对我们说话 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天父主谢谢你 主啊你的话语 主啊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是余人就通达起来了 天父谢谢你 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命来祝福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就像一块的好土 主啊你的道一洒下去的时候 主啊我们期待看见的是 有三十倍的成长 有六十倍的成长 有一百倍的收成在当中 天父我们期待美好的事情 主啊当你的话语一出去的时候 就要发生在我们当中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光 亲爱的圣灵 你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祷告奉 耶稣的名所祈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来我们就把马太福音六章 这边七八九三节 我们就一起大声的来念过好吗 刚才姐妹带我们念的 一二三 请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你们祷告要怎么样 说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 姐妹兄姐妹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耶稣 他自己教我们有关于祷告的事情 不是别人 不是保罗 不是任何门处 耶稣自己他从上帝的角度来教我们 什么叫做祷告 我们都承认祷告很重要 我们都承认 祷告好重要 可是坦白说 四个建材里面 坦白说 大部分人最不会的 大概也是最后一个的建材 就是今天这个祷告 所以我觉得 由耶稣自己来教 最好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耶稣不单单是教我们 有关祷告的知识 头脑的知识 他叫什么 耶稣自己就是一个 祷告的人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你会看见说 耶稣他说话很直接 很清楚 刚才所念的经文是什么 你们要怎么样 你们不要怎么样 有吗 耶稣就很直接 他没有跟你闪躲的 你们祷告的时候 你们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反而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耶稣把天父上帝 怎么看祷告这件事情 讲得很清楚 讲完了之后 最后最后一句话 耶稣说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亲爱的兄姐妹 之后是什么 之后就是主导文 有机会我会把主导文 当成一系列的讲道 讲给你 但是我今天就是放在前面 就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这样子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我今天 我觉得有个特别的感动 今天我在预备 今天信息的时候 有个特别感动 就是我要透过神的话语 来对你的心来说话 因为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中间 有许多的人 包括在网路上的朋友 你常常祷告 可是你却觉得说什么 你却觉得说 我不会祷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心里是 你常常祷告 可是你觉得你不会祷告 有人说我不会祷告 是怎么样 是说我不敢在公众 开口祷告 所以他说 我不会 我不会祷告 有人说我不会祷告 是因为 有人觉得说 我不晓得 我这样子祷告 神会不会听啊 我们讲的有没有对 是不是 有些人的心是这样子 有些人说 牧师穿道 穿道你来为我祷告 这样比较有效 很多人说 穿道你来祷告 你来帮我祷告 姐弟兄姐妹 我先说一件事情 我先说在前面 我传道们当然很乐意 很愿意 好不好 我们爱你们 很愿意为你们来祷告 但是今天 今天耶稣 或者耶稣 今天神的话 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件事 你要认真抓住我 就是上帝 上帝听我的祷告 跟听你的祷告 是一样的 我这样讲 你可以接受吗 上帝听我的祷告 跟上帝听你自己开口的祈求 是一样的 因为那在我里面那个圣灵 跟在你里面的那个圣灵 是同一位圣灵 你有听懂吗 我所倚靠的那一位天父上帝 跟你所信靠的那一位天父上帝 是同一位天父 所以没有别人 也没有别的位格 没有 阿们嘛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有没有听懂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耶稣到最后讲完 他才说 所以 不是你要这样祷告 他说 你们 你们要 神的百姓 神的恶理 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这么说 我们 在天上的父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一件事情 耶稣没有说 我们在天上的神 他没有说 哦 尝照天地 宇宙万物至高的神 虽然那些都对 但是 耶稣他教我们一个祷告 就是 我是不是在跟我天上的阿爸 爸爸来祷告 你知道那个父 阿爸 就是讲到了什么 他不是一个称谓而已 他讲到什么 关系 当你会叫一个人 爸爸的时候 不是只有那个称谓而已 是那一个 切不掉的那一份 很浓 很亲密的什么 关系 所以你知道 当耶稣叫我们 在祷告的时候 不是说 我在跟我的老板祷告 虽然我常常 跟弟兄姐妹说 你这个 要跟谁祷告 跟我们天上大老板祷告 当然也对了 我们跟那个至高的神来祷告 当然这些也对 但是现在 切不掉的那些 你永远要抓到一件事情 耶稣很在乎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我永远是 跟我在天上的父亲来祷告 阿妈妈 所以你永远要先抓住这个 耶稣告诉我们 祷告最首要的是什么 你得先抓住一个对的关系 是跟你的天父爸爸 来说话 我跟你讲 这个道理有多简单 其实你们早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你知道 多不容易把它活出来 你同意吗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当然知道 祷告最首要的 耶稣提醒我们 抓住一个对的关系 他是神 没有错 他是保护者 他是供应者 他什么都是 没有错 但是 耶稣在这提醒我 我是跟我爸说话 当我在预备 那个信息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 我在我的三个孩子身上 有很多很多的学习 真的 我是从我的孩子身上 有很多的学习 我觉得天父上帝很恩待我们 包括我的孩子们 我觉得他们很健康 我现在讲的不是说 身体上的一个 怎么样健康 虽然我的David 像一只小牛一样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什么 我现在讲的是 他们的心理 那个情绪方面 我真的发现 有些很健康的一个形象 在里面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的女儿 常常觉得 她跟我要任何东西 都是理所当然的 她没有在客气的 她总是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 前几天我在我的书房工作 结果我们家的老二 开了门 就进来 对不对 然后她就是穿成 这一副的样子 你看 然后我就问我的女儿 Eleanor 你怎么穿爸爸的衣服 穿着我的牛仔裤 但是因为我的腰围 当然比较大 对不对 然后她有点瘦 她就拿枕头 塞在前面 想要让自己的腰宽一点 宽一点 我就说Heli 你怎么穿爸爸的衣服 结果你知道她怎么说 我女儿说一件事 她说 你的就是我的呀 爸爸 没有在跟我客气的 如果她跟我玩捉弄 那我觉得是一回事 她直接回答我 爸爸 你的就是我的呀 你知道吗 她是在跟她的爸爸说话 她不是在跟我们教会的牧者说话 虽然我当然是她的牧者 但是你知道我的女儿 她根本没有在意那些 她看到我 她就说 这就是我的爸爸 这就是我爸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知道吗 在祷告里面 如果你呀 我们呀 真的是把这件事情 那个真理 我们是那个天父所爱的 那个孩子 这个真理 放在我的心里面的话 你知道吗 你的祷告会不一样 你的祷告会跟Eleanor一样 爸 看我穿的这样子 然后爸爸有任何质问的时候 他就很大胆地说 你的就是我的 这个就是什么 关系 亲爱的兄姐妹 你知道吗 在耶稣自己也是一样 如果你去翻那个福音书 我挑战你 你去翻 所有耶稣的祷告 我欢迎你去查考 去翻 你会看到那个耶稣 所祷告的部分 你把它圈起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的祷告 除了在十字架上面 他只讲过了一次的那个祷告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唯一一字 我的神 我的神 但是除了那个地方以外 记在这边 其他的地方 全部 百分之一百 你去圈起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一开口祷告都是什么 阿爸 父啊 中文 我们合合本翻译就是 父啊 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的原文 他永远是 阿爸 他永远是来到那边 阿爸 他为任何人祷告的时候 阿爸 拉撒路是不是 也在坟墓里面 对不对 你知道 耶稣祷告的时候 阿爸 我这样子祷告 是因为他们需要听 但是我知道 你早就已经听我了 阿爸 现在我吩咐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那耶稣连祷告 都是为了别人信心的缘故 不是为他自己 怎么样 好像怎么样求神才会听 他说阿爸 我知道你早就已经听我了 但是为了他的别人的缘故 现在我吩咐拉撒路 从坟墓里出来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看到没有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祷告最首要的是什么 抓住一个 对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 你真的要好好地去 不断地把这些 放在你的心里 跟天父爸爸 来说话 你知道除了耶稣以外 我也发现 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他也是跟 耶稣很像 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我觉得亚伯拉罕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真正会 祷告的人 他跟上帝 有个很亲密 很亲密的 一个关系 以至于我在看旧约的时候 圣经有一句话 是讲到亚伯拉罕 我好羡慕这一句话 在创世纪十八章 十七节那边 你知道神自己说了 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情 岂可怎么样 瞒着亚伯拉罕 今天就这么看到没有 他跟亚伯拉罕的 那一种的关系 是神自己说的 不是今天你我我们 叫什么碰风是吧 自己自己 把自己好像碰得很胖 好像很有料一样 其实不是的 亲爱的同学姐妹 你看到没有 是神自己说 我要做的事情 我的心意 我不想 我只可以瞒着 亚伯拉罕呢 亲爱的同学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把亚伯拉罕的名字 换成你自己的名字 那个感觉怎么样 圣经里面 记载一句话 全能的神 他今天说 我所要做的事情 岂可瞒着 简牧名呢 如果今天神亲自对他说了 你知道那个亲密感吗 那个尊容吗 你知道如果今天神经说 我要做的事情 岂可瞒着金建峰呢 建峰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你觉得 何等的一个尊容在当中 我今天所要做的事情 我要对这片土地做的事情 岂可瞒着 Jessica 今天神如果这样子 对她说的话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Jessica So honored 很棒 很喜欢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同学妹 你知道吗 不只是神把亚伯拉罕 把人当成那么亲密 其实人 亚伯拉罕也把神 当成很亲密 我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听过 那个索多玛 俄摩拉的那一段 索多玛 俄摩拉 他这个城市 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城市 那这一句话 就出自于那一段 神说我所要做的事情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 所以怎么样呢 神要拆派灭命的天使 把那个城 索多玛跟俄摩拉 就整个灭掉 你知道吗 但是亚伯拉罕就跟神祷告 上帝这样子好不好 那个城你要灭掉 但是如果 有五十个好的人 一人好的人 他跟上帝说 那你还要灭吗 至少有五十个 结果神说什么 你知道吗 神说 好 如果有五十个 我就不灭 结果亚伯拉罕一起想 有点心虚 那四十五个呢 好 那个上帝 如果是四十五个呢 然后神就说 好 如果有四十五个的话 我也不会灭 要不然他说 那四十个呢 四十个 神说四十个我也不灭 结果 家庭兄姐妹 你跟神讨价 还价到这个地步 你还要再下去吗 还要再下去吗 四十个 他觉得还是有点心虚 索多玛跟俄摩拉 他就继续祷告 那这样子三十个 三十个 神说 三十个 因着你的祈求 我也不灭 好 主啊 你不要生气 你不要生气 那二十个 二十个 整个城市只要有二十个 你可不可以就放过那个城市 结果神说 因着你的祷告 就算我只找到二十个 艺人好的公义的人 我也放过那个城市 结果亚伯拉罕说 主啊 你不要生气 请听我最后说 那十个呢 如果我找到十个 那可不可以 神说 好 如果是十个的话 我也放过那个城市 话讲完神就不见了 我相信上帝在继续下去的话 亚伯拉罕会说 我的主 你不要生气 如果 说实在 你知道 首都马俄罗摩拉 谁在里面 亚伯拉罕的谁 职儿一家 当亚伯拉罕在祷告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人口是众多的 他的侄子 一家都在首都马俄罗摩拉里面 那一家 生那么多个 应该起码也有十个人吧 结果 亲爱的兄姐妹 连十个都不到 大家你看到没有 你看 但是我就讲回亚伯拉好了 亚伯拉跟上帝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好像以前 这里可能 市场没有这样子 好像我们以前 去传统市场去买菜 买鱼买肉这样子 好像你可以杀价的 你跟神可以讨价还价的 亲爱的兄姐妹 你有沒有发现 如果 如果你有在传统市场 买过菜的 如果你跟那个老板不熟 我跟你讲 你乱杀乱砍那个价 人家根本不理你 你明白吗 但是如果你跟他熟了 你跟他买菜 买了二十年了 是吧 你每一次买完之后 你走之前 你会说 那一把葱 再给我好了 这样子 老板会说什么 老板会说 好了好了 拿走拿走 亲爱的兄弟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告诉你 那是关系 你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耶稣提醒我们 他教我们祷告最重要的 你要抓住一个对的关系 因为你是跟那个 我在那个天上 那个爱我的 听我话 听我祷告的爸爸来祷告 我跟他要 因为他爱我 他是我的阿爸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心 这个事情是放在你的心里面 的话 你的祷告是一个不一样的高度 所以亲爱的兄弟 你看到没有 从耶稣身上也好 从亚伯拉罕身上也好 有一件事情 我后来 我是信主好久之后 我才看懂的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关系对的时候 天父会把他的心事告诉你 要你来为别人祷告 你知道吗 从以前 我一直都觉得说 有些人就领受 特别的那种 带导者的一个职份 或者是先知 祷告的这样子一个 其实我很羡慕 因为我总是觉得那一些人 你知道吗 神会把对这一个人 对那一块城市 国家或者世界的脉动 的事情 会告诉那个带导者 以至于那个带导者 其实祷告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能力 你会被吸引 你会觉得说 他的祷告 如果是个人的话 会彰显 会被医治 对那个城市 说个命定所祷告的话 那个城市的命定 神会对他说 你知道以前 我都一直觉得 这应该是某一个 特殊族群的人 我好羡慕 我也很羡慕 他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 直到好多年过后 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关系对的时候 其实阿爸天父 他本来就等不及 把他心里的事情 来告诉你 要你来为别人祷告 这是什么 这就是先知祷告 所以你看到没有 那我问你 谁可以领受 跟阿爸天父 有这样的很亲密 先知祷告的 这样一个关系 谁才可以 我告诉你 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神的百姓 都可以 阿妹 你有听懂了吗 今天 当你关系对的时候 当你知道 你在跟你天上的爸爸 祷告的时候 你花时间在他面前 天父爸爸 会把他的心事 告诉你 当他把他的心事 告诉你的时候 你祷告出来的时候 亲爱的兄弟们 你的祷告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开始意识到 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发现 祷告不是一个 很无聊的事情 祷告开始 我可以触摸到神的心 我常常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不是我去控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常常 以前是我一直打瞌睡 我告诉你 听讲道我也打瞌睡 祷告我也打瞌睡 但是现在我的祷告 我发现我会流泪 你问我你为什么哭 我跟你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心里好像被一个感动 一个能力所抓住了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 你懂吗 就是那一股的亲密 被爱到 被宝宝的那种亲密 然后甚至当你想到 别人的名字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去打电话 问他的状况 但是你心里仿佛有个洞见 开始为那一个人的状况 开始祷告了 这是什么 先知祷告 谁才可以有 我告诉你 所有神的儿女 都配得拥有 阿们吗 因为是天父跟孩子的关系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当你如果真正的 慢慢抓到这个的时候 今天的讲道就结束了 你看 多好 你要紧紧的抓住 这些的重点 刚才念的经文在前面 当我们紧紧的抓住 这个重点的时候 我们看回 耶稣之前所讲的东西 你会发现 你听懂了耶稣在讲的 耶稣在讲的 其实只有短短的 三件事情是很重要 耶稣提醒我们 祷告要什么 我告诉你第一个 耶稣提醒你跟我 祷告不要表演 你要真实 耶稣提醒我们 祷告不是重复 而是信心 今天耶稣提醒我们 最后的一个是 祷告不是买菜 而是爸都知道 爸爸都知道 Amen 所以这个 其实当你看懂了 祷告那个对的关系过后 现在就这边 你知道后面的 耶稣讲的话 你全部都听懂了 我们就把这黄色的 这一句话 短短这句话 来念过好吗 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请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 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 而十字路口上 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 他们的赏赐 所以在祷告一开始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回到 一开始前面的时候 耶稣讲的不是什么 我讲的不是你祷告内容 要怎么样去写 你要为什么东西来代祷 都不是 耶稣在讲的是 一个人里面 他祷告的态度 里面祷告的态度 耶稣说什么 你们祷告的人 不要像那些 假冒为善的那些 法利赛人 站在十字路口 祷告 故意叫别人看见 当然 亲爱的朋友 来 你知道这是当时的 一个背景 法利赛人是当时的 社会里面 这个犹太人当中的 一群人 用我们今天的话 大白话就是说什么 他们是所谓那种 道貌黯然 所谓的非常虔诚的 所谓的宗教的领袖 有很高的什么的地位 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德高望重 就是那一群金字塔 顶端的那些 所谓的宗教人士 可是耶稣说什么 这一群人 他最大的问题是 他是靠着自己在那边 撑着面子 他是靠着自己的外表 那边装着样子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是要装出来的 他做不到啊 做不到 一个人做不到就很苦啊 那很苦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必须再装出 继续装出那个样子 为了让别人看到 说我是不错的 所以他在十字路口 在那个大马路上 就开始那边大声的祷告 所以好像要让别人 是能够故意让别人 看见什么 这个人好属灵啊 你看他连在马路上 祷告都好认真啊 你看他祷告 那个圣经好熟啊 这是在当初的一个 有时代的背景 时空的背景 今天你跟我 大概不会看到有人在 大马路上祷告 如果你在十字路口上祷告 大概一个状况就是 眼睛一闭起来 下一秒眼睛一张开 大概你在医院了 这太危险 所以那个是当初的 十字路口上祷告 当时的文化是什么 在会堂或者十字路口上 祷告是故意 叫人看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在讲的一件事情是 神的孩子啊 当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到底是在跟神说话 还是我的祷告 是一个表演呢 你看到了没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成为一个传道人 或者在我们教室里面的 我们的执事 我们的领袖们 会不会有时候 当我们的教会 越久的一个人 就会越觉得说 祷告应该要有 就是一个什么的样子 才比较像样 才比较像所谓的 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我觉得这今天 耶稣的话对我们 都是一个提醒 我们要小心啊 会不会我们每次这样子 我站立起来 这样祷告的时候 结果因为我在 大家的面前 所以我就 大家在看我了 所以我就眼睛闭起来 哦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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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圣灾 是这样子吗 我会不会一开口起来 就从启示录 创世纪 创世纪 到启示录 15分钟 全部都祷告一遍 并且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都没有一句是重复的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是这样子做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 哦 你好棒哦 可是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讲说 你是为了别人 觉得你好棒呢 还是你是真的在跟你的阿爸 天父来说话 你听懂吗 所以耶稣下一句说什么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们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讲的是 你们祷告的人 你不要像那个 在外面好像在表演一样 你要真实 那接下来耶稣讲的这句话 不是说什么 所谓的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不是要你真的去躲起来 或者是要你以后都不祷告 不是这样子的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说 哪怕你的祷告 是那种 有点结巴 你的祷告是那种 你边讲 你可能边想 你非常地不顺 但是耶稣告诉你 只要是你发自你内心里面 最深层的那个祷告的话 耶稣说 天父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耶稣要的是真 你看到没有 在天父上帝面前 不必演戏 不必表演 我就是真真实实的 来到神的面前 天父喜欢我们的真 阿们嘛 好不好 你跟我重复一次好不好 天父喜欢我真实的祷告 天父喜欢我真实的祷告 阿们嘛 所以第一个祷告不要表演 而是要真实 那耶稣也提醒我们 第二件事情 祷告不是 不是重复 而是要信心 所以接下去 耶稣说了一件事情 在第七节画线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念 请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第二个 其实祷告里面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的第二个原则 很重要是什么 就是不是一直用所谓的 一直重复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在当时有一些状况 其实我觉得今天也一样 就很多人来到这个神面前 好像把祷告当成一个咒语 一个咒语 祷告不是一个咒语 不是说我每一天 我只要念的多少遍 我每一天念的一千遍 我每天念的一万遍 我的功力 我的功力就大增 或者是神就比较会听我的祷告 今天就讲不是了 耶稣在讲的不是 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子 感觉念多了 神就好像比较会听这个人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熊熊阿姨是念了三万遍 结果我只念了一千五百遍 难怪 神比较听祂的祷告 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今天耶稣说不是 祷告就是在跟天上的爸爸来说话 你知道吗 我常常觉得在 其实讲到祷告 我就很喜欢讲亲子关系 我觉得在亲子关系里面 最亲密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好喜欢跟我的孩子 在一起相处 他们很喜欢在一大早的时候 就冲过来到我们的床上 到我的床上 然后怎么样 他说爸爸我要跟你一起睡 所以三个孩子就挤到 我们的这个床 床的棉被盖着 在里面 然后就是扭来扭去 那在床上这样躺着呢 我们就一直聊天 我们一起讲话 甚至我们讲笑话 那有时候呢 我会跟我的孩子玩一些 很幼稚很笨的游戏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 我们很快乐 他们就很喜欢 跟我们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看到 其实我们跟天父上帝的祷告 也是这样子了 真的不需要去写报告 可以吗 好像说 我多念几遍 会不会比较灵 不是的 祷告不是念咒语 多念几遍 不会比较灵 亲爱的兄妹 你要知道 祷告最重要的关键 神会不会蒙你 垂听祷告的关键 不是你讲了多少次 而是在于 你相不相信 信是得着 就必得着 你知道马可福音 有一段2324节是 很美的一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过好吗 这个是耶稣所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句话是耶稣所说的 我们就一起来念 请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三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 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知道吗 这一句话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这句话 居然在昨天晚上的 祷告会当中 我忘了 我们祷告会 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祷告 我忘了 我不晓得是谁在祷告 可是当他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把这一句话 就放在我的心里面 我忘了 我想不起来 我不知道是谁在祷告 但是那个时候 当我在听 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 有一句神的话就说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所以在那个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哇 那个时候我整个的信心 整个的能力 就被提升起来了 就被提升起来了 那我进来跟你们 讲到祷告会 我就跟你们说一个见证 你们知道 在两年的疫情当中 你知道移民局也是乱掉 这个昨天晚上 有讲到这个见证 移民局整个是乱掉 那我们那小力传道 她拿的签证 是工作签证 签证8月 8月22好像 8月多要到期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当然要续签 所以我们各方面 该预备的文件 早就已经预备好了 那8月之前 8月多 我们就把该交的文件 各方面早就交上去了 那在疫情当中 小力传道递交申请 现在以前你们都会有 一个固定的移民官 可以怎么样去follow 那个case 没有 你知道现在没有 她丢上去了过后 人家就自动回复 给她一个email 那email大概的意思 是这样子 她说你也不用找我们 我直接给你 延个六个月的 一个签证 那六个月以内 到明年二月多 如果你再收到批准 那就代表批了 如果你没收到 就代表我们不批 可能是人员吃紧 或者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基本上呢 有收到就代表说 继续的 接下来几年 可以继续在这边工作 可是如果没有收到 就代表小力传道二月份 行李要打包了 就要买一张机票 就要回马来西亚了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就相信神的带领 每个礼拜在开会的时候 也提起这件事情 我们的信心是在于神 主的带领 那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 可是就在三个礼拜以前 三个礼拜以前的一个祷告会 有参加祷告会的人 你在那天你应该会印象蛮深刻 当天晚上我在带祷告会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有 从神有一个领受 我说那天整天晚上的祷告会 不是来到神的面前苦苦哀求 不是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我别求你了 我们那天晚上我们转换 我们嘴巴里的那一个用词 当我们的用词一转换 其实我们整个人心思念就转换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那天我们就立一个 一个比较好玩的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今天不管我们说什么 即便要祷告 我们都是用赞美的 用感恩的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这样祷告 其实我们为了很多事情来祷告 但其中就祷告一部分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感动 我说我们也为了大家的手举起来 就为了小力传道的签证 继续的为神 这样子一个神要成就的事情 献上感谢 这三个礼拜以前 我们就开胜来感谢 现在的赞美 今天这边你发现吗 其实天父在教我们 有关于祷告的事情 那结果呢 那结果呢 昨天一个奇妙的 一个很莫名的周六 也不应该有人要工作的一个周末 结果小力传道就居然就收到了移民局的信 信里面直接跟他说 你的签证通过了 要掌声就大声一点 给天父一个大大的掌声 为什么是礼拜六 为什么不是礼拜五 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卡 就是到处卡 所以亲爱的东西 你知道礼拜六收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看见天父在教我们 天父很亲密 在跟他的孩子教我们 什么是祷告 你知道吗 那一种 所以什么叫神的话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祷告祈求 无论是什么 只要是信事得着 就必得着的那一种感觉 我真的觉得 我这样子说 实在是太爽了 亲爱的东姐们 真的 所以我邀请你 就是说 我觉得神在对整个教会 有些水流 可能你听得懂 可能你听不懂 但是我会鼓励你一件事情 你不要去注意外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要去注意神 在这个家中 他的水流在哪里 你只要在这个水流当中 你就会去经历到神 阿们 所以你看 只要信事得着 就必得着 那我们就是跟着神走就是了 所以亲爱的东姐们 你有听懂耶稣所说的话吗 有信心 就不用那种 好像重复的苦苦的哀求 换句话说什么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信心 求再多 喊再多 我跟你讲 也是白喊 你听懂了耶稣所表达的吗 耶稣在讲了什么 祷告不是一个咒语 不是一个重复怎么样 我真的说 昨天接到那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 哎呀 你真的是在地如在天 就是你祷告的事情 神就这么成就了 会让你怎么样 你更想更多的祷告 因为你知道 当你的心跟阿爸的心 黏在一起的时候 当那个关系是对的时候 天父就把他的心就丢给你 那把他心事告诉你 你就按着神的心意 按着神的旨意来求 我跟你讲 必定成就 阿们 其实神说的就是这个 你信事得着 就必得着 不是妄求 也不是不求 而是按照神的心意 来求的时候 必定得着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我真的相信 我所祷告的 我们的天父都一定会垂听 阿们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耶稣提醒我们的是什么 祷告不是买菜 爸都知道 爸都知道 所以这是耶稣所教导的 第三个的祷告 他最后说了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什么 我们把这个第八节 划线的地方 一起来念过 一二三请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原来祷告不是跟神下订单 双十一要到了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有人在摩拳擦掌 开始要 其实祷告不是跟神下订单 祷告不是因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要的东西 其实神 阿爸天父早就已经知道了 不是那个有时候我们会 我忘了祷告 完蛋了 昨天祷告后 我忘了提出来 好像什么 像亲眼师母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购物都开始转为 线上都有 亲眼师母他常常用网路来买菜 那有时候就买菜很好 很方便 可是有时候我听到他 就是一箱一箱的 有时候送来的时候 他说检查怎么少了两三样 奇怪你是不是少算了 结果他查了一下 他所定的 他说哎呀糟糕 原来是我点的时候 我手滑了一下 所以就是少漏掉了这些东西 所以货送来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了 因为怎么样 我没有定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很长时候我们自己看祷告 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感觉 哎呦糟糕了 昨天晚上的祷告会 居然没有留一点时间 让我我也忘了讲出来 我祷告的时候我漏掉了 所以天父上帝 会不会把货送来的时候 当然就漏掉那个货了 因为我跟上帝忘了定这个货 我忘了祷告 亲爱弟兄姐妹 来你要知道你一切的需要 不要说什么你祷告 你没有讲到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甚至连你自己 你没有想到的天父爸爸 都替你想到 我真的觉得说 当一个基督徒 在我的生命当中 有一种那种 无微不至的那种 享受天父上帝那种恩宠 我不晓得你自己 你当一个基督徒 你会不会 还是你在神的面前 是那种苦苦哀求 你自己想想看 你自己的祷告 你会不会有那种 无微不至感受到 天父爸爸的那种恩宠 在当中 有时候你好 好像你自己连讲 都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 但没有想到 天父他都知道 他都已经为你预备了 你知道这几天以前 礼拜五的Vgram小组 我们的家庭小组 我的大女儿就拿了一张纸 那皱皱的纸 这个打上去可能看不太清楚 其实那张纸是非常的皱了 他就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爸爸可不可以帮我 他说photocopy 帮我扫描进去 帮我印出来 他说你帮我印一张纸 我一看 哎哟 其实是皱皱的一张纸 也认真一看 原来是一首的歌 是一首的诗歌 那我懂了 原来这一两个礼拜 Vida就看有小朋友在当中 然后他呢 他自己 他想教大家来敬拜 他想教大家来唱诗歌 所以他在学校拿了一张纸 不过你知道小朋友 他就拿了一张纸 就是放进书包 所以它是很皱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请爸爸 他觉得只要印出来 就会自动漂亮了 我其实很感动 当我女儿来到面前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孩子 以后是一个敬拜者 应该是一个竹林 他里面有个敬拜的灵 在他的里面 其实我很感动 因为这个孩子说 他想教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结果你知道我就扫描进去 我打算印出来 当然就很皱 其实这看起来看不太出来 我自己看了扫描的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非常不满意 你知道吗 我心里觉得 我的女儿配得更好的 我不满意 那个皱折的那个样子 所以呢 我告诉你 我今天我最快的速度 我重新的就是打了一张 我重新打过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不是这种扫描 我打了之后 我不只印一张 我跟你讲 我印了好多张 然后我就跟我的女儿说 来 今天晚上的小朋友 Jessica Angela Mia Archie Eleanor David 所有的小朋友 她说通通有奖 我就跟她说 你每一个小朋友 你都可以拿一张给她 你知道吗 当我拿这样厚厚的 这样一叠给她的时候 哇Vida看起来 她小女孩这样子 她从那个 就跳起来 她就哇 就很开心 很开心 她说她都没有这样子 跟爸爸要求 可是爸爸 已经为她预备了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曾经在有一次 讲关于讲道的事情上 我跟你分享过这一句话 你要相信天父上帝 不会插过地上的福 你知道我在你面前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我不完美 我好多的缺点 可是当我碰到 我自己的女儿 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愿意把很棒 最好的给她 那今天 在地上的父 都是这样子的话 亲爱的兄姐妹 你要相信天父上帝 不会插过地上的父 他给的更多 他给的更好 阿们吗 这是耶稣所说的 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再一次 提醒你这句话 包括 你看像小力传道的事情 在一路走来 我相信他的父亲 原生家庭 也是有父亲 给他过一些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他 昨天更深刻 是可以体验到 他相信他的阿爸 没有插过地上的父 天父给的更多 天父给的更好 甚至阿爸给的是 我们这些地上的父 所给不到的 现在对兄姐 你看到吗 耶稣所说的 你所需用的一切 在你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 天父早就知道了 天父爱你 他为你所预备的 是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所以今天耶稣只邀请你 来做一件事情 你要来经历他 神不是用来知道的 神不是用来 用头脑去计算的 神是让你去经历的 阿们吗 所以圣经上说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要的 你们的父早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耶稣提醒我们 祷告不是买菜 爸 阿爸 天父爸爸他都知道了 现在的兄姐妹 你看我今天的信息 很简单对不对 我今天信息在讲到什么 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自己 来到天父面前祷告的人 那第二个 他也是在神家中 成为守望带祷的人 家庭姐妹 你知道传道讲到 我今天已经讲完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是很喜欢很具体的 我不希望跟你讲一些 在天上飘的东西 然后你在那边看来看去 然后就回家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要怎么样 在家里成为守望带祷 我告诉你很简单 三个好吗 因为我觉得神的话要具体 如果今天我自己来到天父面前祷告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做到 但是你说 什么叫做在神家里 成为守望带祷的人 我今天跟你分享 很简单三件事情 请事情预备一下 今天第二个前面 我告诉你 第一个 为自己以外的人祷告好吗 其实这就是耶稣的心意 这是我从神那边 所领受的几句话 我真的觉得 我们应该来彼此提醒 怎么样在神家中 成为守望带祷的人 第一个 为自己以外的人来祷告 你知道我们大多数的人 只是为自己 为自己 为自己跟我自己有关系 比较亲密的人来祷告 但是耶稣今天提醒我们 你要为别人的祷告 你要为教会的全体来祷告 尽管 我告诉你好了 尽管有很多的事情 好像不关我们的事 你要记住 所谓的带祷 就是为自己以外的人祷告 还记得亚伯拉罕吗 神说我所要做的事情 岂可瞒住亚伯拉罕 你知道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祷告 是怎么样吗 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祷告 不是那个意思道就好 意思意思 不是哦 亚伯拉罕跟神的祷告是什么 一而再 再而三 甚至有点惊呼过分的祷告 神就应允他的祷告 这是亚伯拉罕的祷告 尽管我告诉你 索多玛 俄摩拉罕的事情 干他什么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一个和神吸引 阿爸会把那个负担 想要托付给你 为自己以外的人祷告 阿们啊 你现在听懂吗 第二个 为教会的软弱 为肢体的软弱 来求恩典 今天弟兄姐妹 你可知道 太多的时候 我们人啊 只是想打听消息 闲言闲语 来 弟兄姐妹 不要这样子 今天我要奉神的名 彼此的劝勉 我们不要这样子 当你知道 弟兄姐妹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要不断的来为彼此 为我自己 为他们来彼此的祷告 代求 甚至什么 祷告到一个地步 我跟你讲 当你的 你的关系跟阿爸接对的时候 你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你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神很看重 祂要听你的祷告 你说传道 那耶稣有为肢体的软弱 来求恩典吗 我告诉你有 为谁 我告诉你 为彼得 曾经有一次 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 这众人就算他 怎么样都不跟你 但主我 我永远都不会撇下 我永远会跟住你 结果 耶稣怎么对彼得说 耶稣说彼得 今天的基教以前 你会三次的否认我 是不是 他说什么 撒旦好像 那个塞那个麦子 一样要把你们 从神的国度里面塞掉 你懂吗 但是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但是彼得你放心 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你听懂了吗 耶稣对他爱的门徒 他对彼得说 但彼得你放心 我已经为你祷告 那我问你 彼得后来有没有跌倒 有没有软弱 真的跌倒 真的软弱 但是彼得后来 有没有再站起来 我告诉你 他站起来 为什么 因为耶稣 为了彼得的软弱 求恩典 跟阿爸求恩典 第三个 亲爱的兄弟姐妹 为教会的破口而守亡 当你看见 教会的破口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看见 那个教会 扛着很多过去的包袱 或者是一些的皮带 旧皮带 那个皮带已经破掉的时候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要奉神的名 彼此来鼓励 就是我们不要去 回在过去的回忆当中 也不用去批评了 重点是什么 反而今天神的话 也提醒我们 我们更是要祷告 阿们吗 你说传讲祷告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祷告直到天父上帝 改变教会的那一天 我告诉你 主啊 谢谢你 赐给我祷告的恩典 今天这边你可知道 你跟我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都讲到复兴 你渴望复兴 来到你的工作吗 你渴望复兴 来到你的生活吗 你渴望复兴 来到你这个人吗 你渴望复兴 来到你的人际关心 我告诉你你是渴望的 你渴望复兴 来到教会吗 我告诉你你是渴望的 今天复兴的来到 不会是因为讲道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教会 那个 我不知道 网路上YouTube 现在已经800多个人 在follow我们 但是复兴不会这样子来到 我告诉你 复兴会怎么样来到 好不好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 够胆 今天有一个心智在里面 他就说来到我的面前 就说 转道请你给我一个教会 全教会的名单 会众的名单 因为我心里有一股火 我立志 每一天 我在按照这个人民的提名 来祷告 现在听众子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像亚伯拉罕 就像耶稣自己 教会的复兴必然因为 这个人的祷告 来到教会 你听懂了吗 不会因为我继续的 在你面前讲多少 我告诉你 网路上已经证明了 我努力在做我这个部分 可是你说 Man 传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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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那个包袱 全部拿掉 今天我把神的真理告诉你 今天神的复兴会来到 是因为有一个人 被神激励起来 他说 主啊 我愿意就拿这个名单 我要天天祷告 我告诉你 旧神灵狼堂的复兴 就是因着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这样祷告 就为了那一个人祷告 复兴就会来到 那个人生活当中 你等着看 所以今天 天父在找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第四个建材 居然是讲到耶稣 阿爸在等候一个人 关系对了 他就会想把他心里面的话 丢给他的女儿 说女儿啊 这件事情 没有人祷告 你来为他祷告 我就要成就 儿子啊 那一件的事情 我的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丢给你 你来为他祷告 我必定成就 你看不到事情的发生 你看不到复兴的来到 不是因为讲员讲得不好 当然我认真 我努力在牧养教会 OK 但今天神提醒我们 复兴的来到 主要呼召一群的带导者 进入到阿爸天父的心 教会的复兴 必然会因着有这样子的人 而涌入在整个城市 整个教会当中 亲爱的兄弟们 我的信息很简单 对不对 我盼望今天神 有在对你说 我知道今天很热 我知道 但我盼望今天神 有一些的话 是进到你的里面 我盼望神今天 阿爸那种很渴慕 很渴望 摸着你的那一个的心 我盼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心 那你今天听完这个信息 不是好像我在听一些的知识 到时候我们再去吃一些东西 到处乱晃或什么之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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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盼望今天 这个神今天的话语 是领导你的里面 怎么样在神家里面 成为一个守望带导的人 第一个为自己以外的人来祷告 第二个为肢体的软弱求恩典 第三个为教会的破口来守望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建材已经讲完了 第四个也是最后的建材 就是讲到耶稣 祂是圣经当中一个平凡的大人物 这也是我们教会要走的路 我们教会建立一个很强很强的文化 是什么 我自己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祷告 那我也在神的家中 来成为一个守望跟带导的人 而今天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当祷告最首要的是什么 是抓住一个对的关系 不要再一直跟我说 传道我不会祷告 是因为我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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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对了 你说什么 他就是祷告 你这样听懂了吗 当我跟简叔谈上两句话 当我跟熊熊爱的谈上几句话 当我跟Eric讲话的时候 当我跟我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不打草稿了 为什么 我认识你 我爱你 你认识我 我们彼此有这样的关系当中 这就是祷告 祷告最首要就是 先抓住一个对的关系 当关系对的时候 天父会把他的心事告诉你 要你为别人祷告 今天耶稣提醒我们 祷告不要表演 我们很真实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 也是一样 你就开口的 用抢的 起嘴巴舌的 就来祷告 真实的祷告 第二个祷告不是重复 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你信是得着 就必得着 第三个 祷告不是买菜 讲漏了没关系 讲不好没关系 讲 也没关系 因为爸爸都知道 而且他喜欢你 这样子来到他面前祷告 阿们 所以 今天神一定有话对你说 好不好 我们就花点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你自己 你自己用你的心灵诚实 来回应神 好不好 今天我们今天天父爸爸 在呼召 你的心 回转来 等候他 亲近他 你知道他渴望 他好渴望 天父好渴望 你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天父有好多 好多的话 等着要对你说 天父也等着你 把你心里很多很多的重担 也都丢回给他 他想要为你来扛 你扛不起的重担 他想要使你的生命 因着他而拥有满满的热情 在当中 阿爸在等候你 他在等你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谢谢你这一系列 新的圣殿走下来的时候 主要你在预备 我们的心 主要让我们外在的圣殿 在不断的 在慢慢的落成 在建造起来的时候 主你其实你更渴望的是 主你在我们内心里面 你想要得着我们这一个人 你要我们的心是在乎你的 你要我们的心是回归到你的面前 哪怕我们不会祷告 我们只跟你说阿爸的时候 天父你就应允我们一切的祷告了 主因为我们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用表演 我们的真实 按照我们的本相 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凭着信心 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就算我们祷告不出来 我们没有面子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 主阿爸你也都知道 你要的是 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他对我们说话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主你求你来恢复 恢复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邀请大家 我们用这一首的诗歌好吗 成为一个祷告 让这一首的诗歌也成为我们 内心里面的祷告 跟神唱出来 说阿爸我需要来到你的面前 主求你来恢复 恢复 恢复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 在当中 主求你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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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心中 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生命中 热情奔放燃烧地火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心中 愿你的知情奔放燃烧地火 愿你的知情奔放燃烧地火 愿你的知情奔放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为福奇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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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的知情奔放燃烧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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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啊 愿你的知情奔放燃烧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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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为福奇妙作为 愿你的知情奔放燃烧地火 愿你为福奇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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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为福奇妙作为